欢迎收听黄大米哈拉王,我是黄大米 今天来的是我的偶像,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做节目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然后那时候制作人帮我约到的时候 我还觉得很不敢相信 那我今天就是要欢迎大明星范怡文 哈喽,大米你好 这些日子以来,你们大家都好吗? 天啊,我光听到你的声音 我都会觉得回到青春时光 其实现在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有的时候在,就是说在店里或路上 人家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回头看 然后说,你是那个,那个 我说,好像是吧 就只能这样回答 因为他也不记得我的名字 就是范怡文啊 用声音来认我,对 而且你的声音都一直都没有变耶 你是有特别去保养你的嗓子吗? 以前都抽烟喝酒,怎么可能 真的没有特别保养 其实每个歌手,有每个人的保养之道 像以前我在,当然这是错误示范啊 我是2018年就戒烟了 那个,以前抽烟我在上台之前 我还要努力的吸两口,然后再上台 这么珍惜 对,没错 那那时候想要抽烟的原因是 几岁开始抽 14 因为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很叛逆 然后我念的都是蛮好的私立学校 那管得很严 那高中我又念景美女高 其实我从小到大好像奇怪 常常书包会被抽捡 所以你不能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那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很好玩 西门町那个路边地摊那个三角地带 有卖那种,那个台语叫双昏 就是你可以买一根两根这样子 你是因为 初中好玩 刚开始是好玩 你应该不是因为没钱买,而是怕被检查到 那个时候,当然也没有钱 那个时候都进口烟 很贵耶 对,而且你买一个 那时候打火机,哪有像现在那个超商那么方便 那你爸妈知道你会抽烟吗 其实我觉得 他们只是不谈 回家那味道那么重,怎么会闻不到 而且你处在一个烟味的地方 你一进去就是 你看,我现在戒烟以后 我很怕去有烟味的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你的个性是叛逆的吗 我非常 AB型处女处 那你这样叛逆 你爸妈有过什么事情 会觉得快要被你搞疯掉了吗 其实从小,因为我是老妖 那上面有姐姐跟哥哥 然后可能年纪也差得有一段 像我跟我上面的哥哥就差六岁 所以你看,他在高中我才小学 所以变成 我等于是 跟着我哥哥屁股后面这样跑 所以第一个个性比较像男生 然后就是因为我看到我哥哥姐姐这么会念书 我就觉得 哇,念书很烦耶 可是我又 进了那样的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很严格 那时候我们老师打人是 手背伸出来 从一百分开始 往回打 你考九十分就打十下 你敢相信吗 我不敢相信 现在早就上新闻了吧 而且老师早就没工作了 所以我们当初在考高中考大学还算蛮顺利 可能就是这样 老师上课光讲我们都已经记得 回去都不用再study 可是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 因为其实你考上了紧美女中 然后后来考上大学 文化 对 可是你的爸爸妈妈应该不会想说 女儿之后会走这条路 你有猜过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 因为我在从小学开始 在每一个阶段 我大概都是学校 至少是我们班上歌唱比赛的代表 而且我从高中就开始组band 我跟记得好像师大附中的 跟成功高中几个男生 一起组合唱团 然后我们跑了很多 就是我们自己跑很多 男校女校啊 然后那时候流行办舞会 你可能还没经过那个年代 有啊 是哦 对啊 舞会啊 舞会是其实大家都会想参加 但是好像学校不太允许 绝对不行的啊 对啊 偷偷摸摸 所以男校约女校 然后我就是常常 就是抱着一叠唱片 那时候还是黑胶唱片 去当DJ的那个 因为我很喜欢听歌 你知道那我们小时候听歌 那个塑胶套宝宝的那个唱片 什么都没有对不对 对 歌词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这样用听的 然后像什么什么Google 你到处可以找到YouTube 到处都可以听得到歌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纯粹就是听 然后就唱 然后到现在 真的那个年代 大概70 80年代的歌 大概我好像歌词都记得 那请问一下 你爸爸妈妈对于你后来当上明星的感觉 是觉得很荣耀 还是会觉得 其他的 其实高中一毕业 你知道我们高中有法径嘛 根本跟耳其的头发 你能去哪 然后一考上大学 我就跑去 以前我常听歌的那种Life House 去毛睡之间 然后我就跟那些 那时候都几乎是菲律宾的乐团 你去毛睡之间 对 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常去听歌啊 他就跟我 我就问他说 Can I sing? 然后那个 那个band leader这样看一看 小毛头 他说那天刚好女主唱不在 我就上去 然后就这样 一家一家一家 慢慢慢慢 我大学四年晚上都在跑场 赚得多吗 以童年纪在那个年代 不少 可是每天都要去 我们那时候一个set才20分钟 那你开心吗 我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因为你知道你上台 就是唱你喜欢唱的歌啊 他没规定你要唱什么歌啊 那你爸妈开心吗 那个时候 因为我哥哥已经结婚 我就跟我哥嫂嫂住在一起 我父母就搬到 另外一个地方住 所以他大学只知道我 常常教课 可是他也知道我在唱歌 那一直到我大学四年级 我是参加电视 那个大学城的歌唱比赛 对 光这名字我都很怀念 对 结果其实我这种怪声音啊 去绝对不会 绝对输的 可是马上就有唱片公司找我签约 点将 对 就真的要签约那时候 我爸就跟我翻脸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以前你是玩票 可能你只是就是 好玩嘛 大学然后又可以打扮的 就是很 那时候80年代国外的那种歌手 那种样子 可是后来 真的要跟唱片公司签约的时候 我爸真的说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因为他的观念还是留在说 可能演艺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已经被公司照顾得很好 签约之后 很多人大部分就是那种签约之后 会一直等不到发片 你们是很顺利的就发片了吗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靠发片在赚钱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除了校园 我们也没有 后来才有做秀 那个时候还有歌听秀 在我们就是歌听秀的尾巴 我们还有碰到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跑校园 当时唱片公司塑造你的形象 他原本期待你是一个怎么样的 哀怨育女 哀怨育女 真的吧 哀怨育女 所以我走在路上抽烟 我的老板都说 他说你这样太过分了吧 那个形象差那么多 我说我样子就是这样子 我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啊 就是做一些事情 不见得代表你是坏人 可是你做一些 我不会讲 反正我就是装不了就对了 那哀怨育女 因为我的声音啊 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会觉得痛苦吗 你需要去演这个形象吗 那倒是不用 其实在记者会 其实就跟记者那么贴近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聊天 记者们当时的气氛 也不会想要去偷拍 你私下的一面或什么的 应该还好 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 那当时有没有那一种 因为你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对啊 然后又红了 而且红得很快 发片的速度也很快 蛮快的 五年七张嘛 然后你爸妈的想法有改变了吗 有有有 因为 刚好这个唱片公司 就是我们出门一定都有宣传带子嘛 对 那 那个时候宣传期真的足足三个月 每天穿一样的衣服 上电台倒是不一定 可是你有演出或上电 就是最后我们有机会上那个三台露营的时候 就是穿所谓的唱片封面那个打歌服 那穿三个月衣服会臭掉吗 不会啊 就找机会洗啊 那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已经改变了 他们那时候会觉得 以前我唱 助唱的时候 反而是从七点半 唱到半夜三点半 那 从出了唱片以后 反而生活变得很规律 因为你演出也不可能唱到半夜三点半 所以你爸爸妈妈妈会觉得还不错 是啊 没错 就是女儿回来了 对啊 是啊 那收入的部分 你知道很年轻的时候 如果自己红了 会有大头症 以及花钱突然会变得很大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从小就很怕臭 就是 怎么讲 我们家环境还算不错 那你知道我们四个小孩都念私立小学 那本来就 那本来就 比较 应该说比较爱花钱 所以很 知道要去赚钱 所以我那时候大学 就是 自己赚钱 然后后来出唱片 刚开始说真的 我们唱筹并不高 因为公司投资你 然后合约一千千五年 所以 是多不高 多不高啊 我第一张唱片 我们出十首歌 那时候是黑胶 A面跟B面 大概发行十首歌 大概要录 快二十首 那我最记得 我第一张唱片唱首 是两万块台币 1986年 打死 没有其他 我们那时候没有短税 就两万块 对 那喝西北风 那就是靠家里啊 靠家里 还有一些 就像我讲 跑校园啊 演出啊 这样子 那后来 跑校园演出 然后外加 就是唱片也红了之后 收入有变多吗 演出变多 就一定收入变多吗 那后来 就是因为我 五年合约满了 然后那个时候 也因为我很 从以前就很爱漂亮 很喜欢买衣服 我的钱大部分都 买衣服啊 然后我很年轻 有买车 因为我那时候讲 我在跑场 所以我在大一 我就买车 我十八岁 我去考驾招 天哪 你走在很前面 是啊 是啊 然后 大概钱 就都花在这里 那请问一下 你很喜欢唱歌 对 所以你做这一行 然后你很喜欢服装 所以后来你创业 去做服装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所谓的赞助商 我们所有的装法 服装 全部要自己提供 所以我就在想 与其要花那么多钱制装 那为什么不自己来做 所以我刚开始 其实只是开服装店 我刚开始是开一家店 那开服装店生意好吗 当然不好 因为等于重新开始学嘛 因为我又不是做学服装这一块 我很了解这种生意不好的感觉 因为我也开过服装店 对 然后呢 就认识一些做服装的品牌 对 他就讲 哎呀 他说你为什么不用你的名字 创立一个品牌 这样一定会很好 生意都已经在布好了 你还相信这些 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我觉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我就在1988年 就开始了 Bianco 范怡文 这个品牌 可是你开始了 这个品牌的时候 你的歌唱事业是如日 还在唱 对 还在唱 所以后来我发觉就是 真的没有办法 白天很忙 然后你知道 我刚刚讲过 我不是学服装 可是你身边所有的 从设计师 打版师 样本师 到所有管工厂流程 都是专业的人 就变成你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 每天都在总紧 因为不知道服装的投资这么大 跟开店差太多了 总紧的感觉是 很恐怖啊 真的很恐怖啊 那感觉听起来 怎么听都觉得当明星比较舒服啊 你没有后悔 想说那中间就干脆 那还真的没后悔 因为有 假如没有碰到家里 就是家族一些股东的事情 我赚的钱远比唱歌多多了 真的啊 当然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做的两岸都有啊 你一开始要总级 到开始赚钱 前七年 前七年是很惨 对 因为第一个 一方面在扩大 那你扩大 你就需要更多的成本嘛 可是你的收入 在扩大 那个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就变成 后来生意很好 之后第八年就开始了 觉得 好像做了衣服 出去就可以卖钱 那种感觉 前七年 已经投下了多少钱了 几千万吧 有几千万可以投 也真的很了不起 因为我家人就是我的股东啊 后来才会出事啊 是啊 家人愿意拿出几千万来一起做生意 这也很了不起 因为那时候我24岁 就是一点一滴变成那么多钱 那一直到我1999年到对岸去发展的时候 我们又拿了另外一笔自己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时候才有能力到对岸去做啊 要不然讲到在台湾都做不好的话 我第十等于第十一年 我就发展到对岸去 后来在对岸的话 整个营业额 我看到的数字有到七亿 最少 几百个店耶 很恐怖耶 我跟你讲 我在大陆我大概除了西藏跟青海 没有我的店 所有的直辖市跟省会 跟二线城市 那江浙户更不要说了 跟深圳广州广东省很满以外 其他都有我的店 我刚听到你整个事业这么厉害的时候啊 我第一个当然是很佩服啊 而且会觉得 千万不要佩服 千万不要佩服 不能加一就对 累死了 累死了 有多累 每天 我一天不夸张 最少工作12个小时 然后我几乎天天都在不同的城市 不知道国外还是在哪一个省份 因为我们一年 大概去欧洲巴黎 部展就要去四次 然后成一展就要跑两次 然后你就 那你就想光这些 然后你去每个省份 你的每个贵点去出差 然后两岸这样跑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真的 现在想想 我都觉得那时候怎么体力怎么好 可以支撑 因为第一个你家里家境又还不错 然后其实 你那时候不会去想着说 我这样子过这种日子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已经是忙到醒来的时候 甚至会搞不清 我们现在在哪个国家 真的是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旅馆长得都一样 不像现在 哇旅馆变得很fancy这样 没有觉得自己要稍微停下脚步吗 家里也不缺钱 然后 我觉得在那个 那个时候真的就不进则退 因为人家 你看到人家 好比说我现在只有一条路线 那因为百货在一条路上 可能有五家百货 可能你只有一个品牌 你不可能放五家 所以就变成你可能第二条路线 第三条路线 要不然他们会抵制 哇 对 那个时候这种风气蛮深 所以我就变成慢慢慢慢就越做越多 然后你当你出差看到 哇 这么多新品牌 那时候刚好是最蓬勃的时候 还没有 就太多什么 没有什么快时尚啊 什么那种便宜的那种进口品牌 所以 我们算是 蛮特别 因为我做的衣服 是我自己喜欢的那种style 我最记得我那个时候99年 刚在北京设计一个点 然后我走到 我在门口看设计师在弄橱窗 我就听到那个 经过的客人 都是 那个是国贸大厦 很高档的一个鞋子楼 我听到他们讲说 这什么衣服啊 卖给谁穿啊 我就想说 这下毁了 99年刚去 你知道 你知道那时候那么冷 那我们的客人呢 我focus的那种课程是 希望 他可能有车 那他可能一下车就进门了 然后一出门就上车了 不管他停停车场还是 有司机 所以 就是 那时候刚开始也很辛苦 所以你设计的衣服 其实是 不是我设计 是设计师 但是是你喜欢 我决定 生产哪一些 然后生产多少量 但是你的客群是设计在高端 高端 然后不保暖 听起来的感觉 很保暖 可是要花比较多的钱 OK 因为我们的那个时候 average price 大概人民币2000块 人民币2000块 在那个时候就这样 当时是1比4 1比5 那时候没有 3点多 3点多 那真的也是很贵 很贵啊 你看 几十年前 现在2000块 average算不高 可是那个时候2000块 简直 人家一看 哇 一套上衣 小可爱 加一件 真织外套 这样要 1980 人民币 是蛮贵的 很贵 对 那在这么辉煌的时候 是因为 家人 就是股东之间 所谓的 嗯 经营权完全拿走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他就用一个 很简单的方式嘛 因为 我们全部都是亲人嘛 对 就自己家人嘛 所以 就 我每天都不在公司啊 那我张子 我总不能带在身上跑吧 对啊 公司张 还有那个 太多了 不是台湾 太多张了 合约张 法人 什么张 公张 什么的 是啊 所以 他其实用了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啦 就变成是他的了 而且这个过程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 从一个 内置公司 要变成一个 外贸公司的过程 只是不知道 这个过程中间 碰到了 他有这样的想法 就当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东西 已经在这个公司的名下 包含这个品牌 的名称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我会 不能说是放弃 就是觉得 因为这品牌 虽然叫做 Bianco 范怡文 可是他是属于 我们五个股东 那我不能 昧着良心说 好 那我继续 一个人做 其实我那时候 每个客人 都支持我 他就说 范总 你继续做 我们先给你钱 你就先做 这样 可是我后来想 这样不是搞得 没完没了 你可以再创 另外一个品牌 因为你的客人 不行 假如品牌 这么好 你想二十年 快二十年 十八年多 很恐怖 不可能 那你有没有 想过一件事情 因为听起来是 股东之间 是家人 没有错 但是感觉上 是信任关系 是非常高的 当然啊 因为我们家 尤其 反正从两千年开始 我觉得我的人生 就碰到 很大很大的变化 包含亲人过世啊 等等 这样子 所以 有些事情 根本就是 你想不到也 没办法 你不会去 防备 你知道吗 你第一时间 有善意的去解读 也许他不是 当然有谈啊 可是没有用啊 因为一个人 已经他那样想 而且已经 变成事实了 你怎么扭转 只是 要创立一个品牌 变成整家公司 都他的 对吗 因为我们一点 制约力都没有啦 我们不是任何法人啊 那我最惨的 台湾我是法人 所以台湾所有的债 都是我在背 这样 这个很复杂啦 我也不想 讲得这么 理解 其实他用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一定 怎么讲 就是把债 都留在台湾啦 那那边都他的啦 但是没有想过 一件事情吗 这个品牌 是因你而起 如果今天 没有范依文的话 这就是 最重要 他以为 没有我 他也可以做 你说对 你说对了 是在怎么样的 环节上面 你会觉得 他认为有钱 就可以做 他认为有钱 就可以做 因为那个时候 他会觉得说 怎么会 哇 什么好像 客人都这么喜欢 然后都 争先恐后 就是 想要我们的衣服 这样子 你知道 每天都有人 打电话来问说 我想带领你的品牌啊 怎么样 真的品牌哦 不管各行各业 吃 喝 玩乐 娱乐 真的品牌 真的是很难创立 因为那是一个累积 你知道 以前我们早期 做一场服装秀 就 就好台币一百万 可是你说 第一场一百万 有没有用 第二场有没有用 第三场有没有用 丢到水沟啊 对 如果你没有累积的 一年几十场 这样做下来 那你前面投资 就像我不但不是归零 而且是minus 嗯 对 那你决定要把它收掉 对 你心不痛吗 我收掉 当然痛 所以后来人家叫我 再做品牌 打死我也不会做了 因为我已经做到 这种规模了 我觉得我要超越自己 我不想超越任何人 可是我必须要超越我自己 你不需要超越你自己 别人会想说 你只要再创一个之后 你的人生 就是 可以 不一样 因为不能再叫范一文 我不会 我不会为这 而改名字啊 你知道吗 你好龟毛哦 当然啊 这不真是原则啊 因为已经 碰到这种事情了 我就觉得我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对不对 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只会想说 那这样再创一个 会有机会 可以 我不会再想做了 因为第一个 我已经 有过这种美好的过程 虽然很辛苦 那个时候真的 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很多人问我说 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程度 我从来没想到 要停止 就像我所有的员工 其实我很多员工 到现在都还在 常常联络 他们都想 他说我们都觉得 我们应该会老死在 比养口 怎么可能 就二十年就这样不见 而且是在最好的时候 不见的 你知道吗 世界上这种事 真的是少吧 因为你想想看 假如不好 有人会要吗 不会啊 那就对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哎呀 因为你生意做不好 所以倒掉了 哎我跟你讲 或者有人说 我觉得外界也太高估我了 说我要倒的那天 跳票跳了两亿 哈哈哈哈 我想说我真的太高估我了 那才2006年 对啊 大家一定会想说 是因为做不好 生意不好 才收掉 假如是不好的话 你想 有股东会要吗 逃都来不及了 但是 拿走了那个壳之后 也 他也没有再做钱 当然没有 大概 因为第一个 所有员工都走了 你要重新 recruit一个group 哇开玩笑 我们那个team是 十几年的革命情感 嗯 是啊 那你当时在 你这样子的话 在结束之后 你是呈现有负债的情况吗 当然啊 因为 把应付的 厂商 包含最重要的员工的 薪资跟遣散费 因为这个绝对 他们跟了我这么久 那再来应付 账款的厂商 大概付了六成吧 我觉得他们都很开心 毕竟 赚了我十几年的钱 对不对 我觉得我很诚意 我把所有的应收账款 全部公布在公司的白板 然后他们是可以自己来看 然后有任何一个百货 或门市的收入 就是按照 应付账款的比例 付给他们 可是我跟他们讲 第一个原则 就是员工的薪资跟遣散费 一毛钱都不能钱 你好有讲武道义 这是一个人 应该做的本分 很多人做不到 我也很后悔 为什么自己那时候 没有拿遣散费 我都干了快二十年 我也觉得我亏很大 可是你要去扛 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应该会吃不好 睡不好 我大概两年过了那种很 不能说 不忧郁 你知道AB行数 不会忧郁 也不是躁郁 就是 很 因为你 我过了八年的官司生活 因为 他那个时候台湾还可以 因为我是法人 那法人就是公司的 连代保证人 那他来假扣押公司 跟公司的账户 那就变成 因为他在想 他应该在想说 我绝对不愿意跳票 甚至结束这个品牌 我觉得 我也会觉得 我后来想一想 我在思考了很久以后 我决定我不做 对 因为我觉得 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怎么分割 对不对 那都我一个人在辛苦 然后 还要这么 这样子搞这一招 哇 真的很惨 那这样子两年的低潮 你当时 会有一种 不要再跟外界见面吗 我那个时候 搬离上海住了半年 就是事情都结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把公司 台湾的公司善后完毕 嗯 然后 然后 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我去另外一个城市 住了以后 我就觉得 还是要自己 把日子过好啊 对不对 要不然 轻痛愁快 你 这个意义在哪里 你会因此不相信人性吗 其实 除你做AB型 本来就不相信人性 真的假的 我就跟你讲 我这辈子 被自己人坑过 我没有被不认识的人坑过 你怎么说 所以去法院的时候 也看到大部分的人 都是被认识的人坑过 绝对的 不是 父母 小孩 夫妻 最好的朋友 要不然 请问你会跟一个 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合作吗 不会啊 一定是很清楚 就算会 是不是 你都白纸黑字 会写的很清楚吗 我不会啊 那就对了 因为写白纸黑字 感觉上面很 很伤感情 对 对啊 所以啊 所以法官 我跟他讲 法官都是什么 有什么问什么 他你怎么会把你的 身份证印章交给他 我 你这 这问题叫我们怎么回答 你们难道没有把 你们的身份证印章 交给你的 某个亲人 或你先生 或你太太 或你小孩 或你父母 有 而且交过去的时候 不会写用途 而且你根本问都不会问 对 是啊 所以你怎么 你怎么说 那请问一下 如果现在有人要创业 是合伙创业 你会觉得要 我建议不要 建议不要 有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事吧 除非 因为现在的社会 跟那个时候不一样 现在很多可以靠一己之力 创业的 那个时候我们比较难 因为我不知道做服装 要这么多钱 所以我需要 我哥哥姐姐的投入 你知道吗 那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你一个人 你卖头脑也好 卖你的know how也好 就可以创业 真的没有 没有必要 就不要合股吧 因为不见得 自己有的时候 跟自己都 你知道 有的时候想法 会一直变来变去 更不要说 你有股东 那在意见不合的时候 你要听谁 所以不要合伙 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此 有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事 要不然自己会太累 我接下来想要问你 另外一个东西 是我自己非常有兴趣的 ok 因为我觉得你个性这么叛逆 然后是 感觉上面 其实是很难很难 听进去别人的建议 跟别人的话语 应该不会 对不对 对 某种程度上 就是活生生的一意孤行 然后 执着啊 也执着 自以为是 对 然后很有毅力 可是我很讶异 就是你后来会开始性际功 对 很多朋友 会觉得这什么啊 一个唱西洋歌曲 然后又这么叛逆 那女生为什么后来会性际功啊 其实刚开始 你知道以前我们从小 就是听到有算命的 或者什么看风水啊 准的啊 哇 我跟你讲 即使在国外 我第二天就去了 真的假 对 我从小就喜欢 你喜欢 我喜欢听 算命 我觉得人很有趣 以前喜欢预知未来 那 说真的 那你说有没有用 表示没用吗 因为他有告诉你 你不要跟女人合伙 结果你还是跟女人合伙 那你说怪谁 有 真的有算命老师 有有有 紫薇里面看得很清楚 然后呢 我后来就是 生意也没做 说真的还要再算什么名 都已经 四五十岁 还有什么好算名 那时候算的时候 有跟你讲过说 你大概在这个时候 会有个结束 有有有 说会 会 会怎么样 会穷困潦倒 哇 好准哦 然后那 没有 我还提 我的 带我去的朋友 说 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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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fianco 真的我还提 我朋友说 就是 跟他 质疑说 不准 不准 不要听 对啊 我 整个 生意好成这样 真的啊 你根本 你不会相信 他跟你讲 你不要跟女人合伙 你 你根本不会听啊 所以我说人 你 你听了而不去做 那是更惨 没有就还是按照那个脚本走啦 老天爷给你的那个 其实人一出生 本来 一生都注定 你觉得是一生都注定 一定的 只是看你的心情 就像我 在2018年 有一个很偶尔的机会 我一个朋友说 他每个周五都有去 一个道场 问我要不要去 我那时候只是好奇 因为很久没有那个 我说干嘛的 他都可以问世 诶 我说嗯好啊 因为我没有去过公庙 以前我们小时候只有 妈妈带我们去 问租公啊 拜拜这样 我们根本不晓得在拜什么 当然经过一些亲人的 那些后世 可是 那些仪鬼 我们也不懂 到底在拜颤是在拜什么 或念经是在什么 说真的我们一点都不懂 只是说我就跟着做这样 然后从2018年去 第一次 师父就跟我讲 他说今天你什么也不必问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 诶很奇怪哦 我一个应该头脑算清楚的人 我跟你讲 瞬间我就一直哭 然后 他讲什么 你知道就好像是 你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 是一片空白 我只知道我一直在哭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以后不会去 他都没有讲什么 他一直在讲 对 就好像你看电影 人家 你看到一个人 一直在讲 可是你好像是一个 幻觉 你听不到任何声音 这样子 然后你一直在哭 我一直在哭 我就觉得很尴尬 我就 以前我做 我在做服装的时候 讲员工真的被我骂哭 我还说哭什么哭 哭人解决问题 我最讨厌人家哭 就我自己哭人家 所以我跟我朋友说 我不会再去 我说因为 还是有人知道我是谁 我说我也 他也不告诉我 就是我要 我根本还没讲话 这才严重 我根本一句话都 才坐上去 就开始 然后 经过一两个月吧 我觉得很有趣 我就问他说 今天你要去吗 他去啊 你要去吗 我说好啊 就从那一次开始 到现在六年 六年三个月 持续 对 每周去 而且 这一辈子 我只听过 他真的是神佛 他不是人 这样讲很怪 就是因为这么有智慧的神佛 他每周五可以 讲很多道理给你听 其实我们师父是在 每一位侍族在问世的过程 你会听得很相应 就是 你会觉得 你好像有碰过这种事 然后会告诉你 应该怎么解决 这样我不想你可不可以了解 就是他办到的方式 是我非常幸福的 像有些好比说 他只是帮你 改运 或怎么样 我就是不知道在干嘛 或他讲了我听不懂的 那种我就不会去 所以你是会 他都是在讲道 对 他在讲道理 就人生的道理 所以别人在问的时候 你也觉得自己很有收获 当然啊 你就是在 每个人问世的经过 师父会举很多例子 然后甚至你听人会觉得 就是 对 自己也是那样 我们这些信女 一般还会再去 都是因为神准 问世神准 因为我们去久的人 后面几乎不会问世 因为去道场 最有趣的就是说 你慢慢你的心里 我们师父常常讲 凡事尽本分 然后心安理的问心无愧 光明磊落就好了 你知道吗 然后 所以你讲一旦做到这样子 很多事情你知道 必定要发生的 可能它会让他 因果巡回的更快 甚至大事化小 小时会 可能也因为你心境的改变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有因此你比较平静 我以前那件事早就平静了 那么久以前 06年到现在 我已经失业多久了 18年 对不对 好可怕 我一直觉得 你说的对 我所有朋友应该觉得 我还会再创事业 可是后来我觉得 唱歌还是我的最爱 为什么我要放弃唱歌呢 是没错 这个是我们在当初 都是很疑惑 你为什么去放弃唱歌 其实当初真的 从来没有说要退出歌坛 一方面五年的合约 好不容易满了 对 然后那时候已经 重叠 就是overlap 我已经在做品牌 然后做品牌很忙 又很烦 然后你就白天很烦 然后晚上你还要化妆 还要很开心的心情 去上台表演 我会觉得 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好了 那我可不可以 以一个歌迷的心情来拜托你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 请你去唱那个 你跟那个张庆芳的合唱 从这些日记来 但是我个人 比较喜欢你的独唱 可以啊 你喜欢哪一首歌 我喜欢的是 一声情一声缓 因为我觉得 原因呢 原因哦 因为我在感情上 比较传统 我本来会觉得 人生大概就要 谈一次恋爱之后 去结婚 所以我那时候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非常有感 会觉得 对啊 一个人跟一个人 交往之后 不就是一生吗 对 现在还是这样想 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已经被分手好几队 其实你讲到这个事情也蛮有趣 它是收录在我1986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可是在2009年的勇敢幸福专辑 我又拿出来把它重唱了一遍 你为什么要重唱这一首歌 因为我觉得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嗯 我不能体会这六个字 虽然这首歌真的很好 可是我觉得后来我 09年我要再把它拿出来重唱的时候 经过了这么久 因为我觉得 一生请一生还就好了 来是麦克坎德 金氏是金氏弊 所以 希望 等于你有不同的想法 跟不同的心思 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那可以帮我唱一下 可以啊 我们听那一年的好不好 好啊好 伴奏一下 小小一段 你看我们音那个伴奏都很 很单纯 不该想你 这么难分难理 不该想愁 有几分长 一分长 一分难 想来平天惆怅 能泪眼望 穿几个球 不该想你 这么难为自己 不该想天 有几分蓝 一分蓝 一分长 未来白发如霜 难红眼空 任断肠 一年长 一年难 偏偏相思 来纠缠 分不清晨 路还是泪 一身情 一身欢 将此生 都为你 看岁月 把我相思 抒尽 太好听了 我原本是又舍不得 没有啦 我09年就是把它 变得很 单纯 很干净 然后连和音都没有 我的妈 我觉得老天爷 给你的嗓子 真的是 我就是怪嗓子 没有没有没有 是非常有特色 又好听 那我 我自己知道 你其实后来 有录了单曲 新的单曲 对去年 对 把自己宠坏 是啊 你不觉得吗 这四五个字 不是形容词 你知道 其实从 05年那张 Bosnova 叫记得 用力爱自己 然后到09年的 叫勇敢幸福 然后到今年 去年叫 把自己宠坏 都是 动词 像勇敢幸福 那一张 本来叫 勇敢的幸福 我后来觉得 不需要 就是勇敢幸福 真的 只有勇敢幸福 把自己宠坏 然后记得 用力爱自己 我觉得现在就是 把自己宠坏 就是我去年 升级版的 座右鸣 真的 我自己会有一个好奇 就是 把自己宠坏 是你升级版的 座右鸣 那所以 你过去 没有把自己宠坏 那个时候觉得有 我觉得那个时候 假如套一句 不能说套一句 就是师父的胜讯 就是 以苦为乐 你看我们师父的脸 我看一下 好 以苦为乐 就是把追逐 这种痛苦 你觉得那个时候 你看 他是不是 哭笑不得 你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 我看一下 你盖掉一边 这是哭 对 你盖掉这边 就是笑 对 哭笑不得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那个时候 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每天 真的 就是工作这么久 然后到了旅馆 我还要跟公司联络 就说今天 我在跪点上 看到的事情 要怎么样 怎么样 我会觉得 我很快乐 对啊 那个时候觉得 对啊 可是 比起现在 虽然跟以前 经济条件不一样 可是 我觉得以前 我许愿 我常常跟我朋友 开玩笑 我以前常常说 唉 我有自己的时间多好 有 师傅有听到 他现在给我 我自己的时间 可是变成两袖清风 截然一身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你没有什么烦恼啊 今年 六十了吗 一 六十 快六十一 去年就六十了 那你回头看看 你年轻到现在 你觉得 年轻时的想法 有哪一些 你觉得是 可以稍微再修正 你的人生会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的 座右铭 我的员工 跟我所有好朋友都知道 就是 努力的人不一定成功 但是成功的人 一定很努力 我深深的相信 如此 我觉得我自己不笨 而且 我又很勤劳 我虽然不是第一个上班 可是我几乎 永远都是最后一个下班 因为我喜欢大家都离开以后 然后我就 总结 我跟你讲 事情做不完 可是每天总有一个段落 我希望把这个段落 理清 然后把明天的事情都交代好 我就可以安心的 我还去健身房 我这么累 我十一点还冲去健身房 十二点都在唱晚安曲 我才回家 所以过去的那一种忙碌 跟把自己逼死 对 自虐 是你的宠爱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 那时候我不觉得苦啊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 宠爱自己的方式 就是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那个时候不行啊 那个时候 我就是一定要 就是 雇所有的东西啊 公司 员工 客人 家庭 什么都要顾啊 我现在顾好自己就好 我的粉丝 大概有 七到八成 都是女生 他们都会在感情上面 非常的投入跟付出 甚至会有点忘了自己 那你自己走过这样子的 一些人生路之后 你会给予 女生在感情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能会比较 不会摔 或者是比较能够正确 其实说真的 在道场也好 在生活中 不见得不见得 不见得是自己的朋友 看到一些新闻啊 故事等等 情职哦 就是最难过的关 不见得是男女的感情哦 亲情 友情 等等 都是 都是情职 情职 那真的就是因果 很奇怪 你看有些 先生或太太 或男女朋友 另外一半 对他这么坏 他就是不走 他就是不离不弃 我们外面看 都觉得好奇怪 怎么会这样 那就是因果 要不然你觉得 以一个普通人 他怎么会忍受 那如果假设 要 师傅有建议过 就是不要这么 情职的话 有什么样 那真的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 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 真的 你改变不了任何人 你只能改变你自己 那你现在比较 你 你现在会 完全 不会情所困 不会 早就 早就不会了 我从 我从离婚以后 我就决定 尤其到了道场以后 我决定 我绝对 不再当二老 哪二老 好你猜 第一个 我不要当老婆 第二个 我不要当老板 为什么 这两个 做得好 都是应该的 做不好 你就改变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真的是这样 老板最重要 就是要 赚钱 把公司雇好 让每个员工 家庭 我以前照顾员工 我关心员工 不是关心这个员工 是他的家庭 因为他的家庭 会影响他的情绪 他今天家里怎么了 你叫他怎么安心上班 或者有要挖脚 你这些状况 你都要 那个 那天线要很清楚 你会有 你会有预感 你知道吗 那不再当老婆 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多自在 因为你 你两个人好 就算 我看过很多 夫妻感情很好 一直到老 像我爸妈 就是 可是 我不晓得 两个人都 老可可 我随便开玩笑 我常常在戴 项链 或者需要干嘛 的时候 我另外一半 想要跟我一样 大 那他也看不见 看不清楚 老花眼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 第一个 我想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想去哪 我就去哪 我想几点睡 我想几点起来 就 我自己决定就好了 今天晚餐 我吃一个三明治就好了 或者 我选择不要吃 我半夜想起来 看一部连续剧 我也可以 可是讲 有另外一个人在 那不只是 那两个人 还是需要配合一下 甚至是 两个家庭的配合 对不对 不只是两个人 讲到这两个人 我觉得那还蛮单纯的 所以现在这样比较自在 自在 自在 很久了 嗯 真的 自在很久了 像我跟我女儿 出国一起睡 我们都睡两张床 我没有办法跟她 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 睡同一张床 应该这么讲 真的是很独立 好了 节目今天时间有限 但是我真的很开心 就是可以跟 怡文聊聊天 然后 以及刚刚听到那一首歌 我觉得我今天 整个都值得了 然后也 有YT频道 你有YT频道 你有 都有 都有 YouTube FB 然后 微博 小红书 小红书 对 都有 最近 最近开的 因为要去 内地演出 OK 如果大家还想 就是 更常常知道 范逸文的最新动态 都可以去追踪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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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